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钱公府来写范中烟事迹的一篇文章 范中烟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然后我们来看文章的具体内容 好 先看第一段 范文正公 苏人也 也就是说他生平很喜欢以财物来帮助别人 选择那些比较亲近而贫穷 疏远而闲良的人都会给予一些救济 闲就是都的意思 都会给一些救济 也就是第一句话就讲了范中烟这个人 喜欢帮助别人 帮助哪些人呢 第一个是和自己的亲人 比较穷的自己的亲人 还有一些闲人 闲达之人 他都会去施舍 然后当他特别显贵的时候 他就买了一些靠近城市 而且常年丰收的田地 也就是找了一些好的田地 大约有一千亩 然后叫做一田 叫做一田 那么这里边有个复锅这两个字 那么复锅的意思呢 是指立城那边距离很近的郊区 叫复锅 复锅 这个常忍的忍之奉收 那么就是常常奉收的那些田地 有一千亩 干什么呢 好约一田 以养济群族之人 以养济群族之人 他设置这样的一田的主要目的 是用来供养和救济全族的人 日日有时岁有意 嫁娶凶脏皆有善 这句话的意思是 使他们天天都有饭 吃年年都有一副穿 嫁娶丧葬都有供养 都有补贴 都有钱花 则族之掌而闲者 煮去记 而时供出纳烟 那么呢 选一个在同族中呢 选一个年长的 而且有比较贤明的人 来管理这件事情 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呢 共同来结算收支的账目 收支账目 也就是还设了个人来管理 日时人一生 岁衣人一间 嫁女者五千 五十千 再嫁者三十千 娶富者三十千 再娶者十五千 葬者如再嫁之数 葬幼者十千 这里面主要是 它分发的具体的标准 因为每天都供给吃的 每人呢 是一生米 每年呢 都供给给穿的 每人是一皮这个丝绸 捐绸啊 嫁女儿的 然后给钱五十千 再嫁的 然后给三十千 娶妻的给三十千 再娶的给十五千 然后葬的 跟再嫁的补贴数目怎么样 是一样的 葬小孩的时候呢 给十千 这是它具体的标准啊 足之聚者九十口 速入即到八百户 以其所入 即其所聚 配然有余而无穷 就是族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接受供给的人 大概有九十个人 那么从每年的收入中 供给稻谷 供给稻谷大致 一共有八百户啊 然后用千亩的收入啊 供给这些族人 绰绰有余 而且还没有穷尽的时候 也就是他管理上和协管理上和分配上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啊 非常合理啊 秉而家居四代者语焉 视而居官者霸其己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瓶啊 这个瓶不念瓶 应该是念银 银是丢的意思 这指的是丢官的人啊 这指的是丢官的人啊 就是那些丢了官的人 四代者 四代者是等待缺额啊 四是等待的意思吗 就是那些丢了官回家还等待工作的人啊 然后会发这些补助啊 视而局官者 当你当了官啊 当你当了官以后 然后就变停止了什么呀 供给啊 霸其己 就是停止了供给 此起大教也 这个大 这个这个情况就是他举办一田的大概的一样情况 其实写的已经非常详细了 从他的设置一田的墓地 到他设置一田的具体分配啊 然后都讲的比较清楚了 好 接着往下看 出公之未贵贤也 常有志于是也 而立未逮者二十年 也就是起初啊 范仲淹呢 还没有显贵的时候 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呢 就曾有有志于举办一样一田 但是呢 由于力量达不到呢 就割了二十年 逮 逮是达到的意思 就是未逮呢 就是还没有达到啊 就是他早就想办一个这样的事情 但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 就拖了二十年 继而为西帅 集参大政啊 集参大政 于是施有路赐之路 而终其至啊 那么呢 后来他做了陕西路的大帅 接着又参与了国家的大政啊 国家的大政 是讲到这个范仲淹啊 然后他成功之后 有了有了钱之后啊 于是才有了俸禄和赏赐的 这样的一些收入 用这些收入呢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而终其至 公继末 后世子孙修其业 成其志 如公之存也 那么他死了以后呢 后世的子孙继续举办他一天的事业 然后继承他爱好施舍的这样的遗志 就像他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有个子孙呢 还是比较比较尊重自己祖先的 比较尊重祖先的 而且也没有胡乱的来 公虽未冲路后而贫落终身 他虽然呢 未高路后啊 然而呢 贫困一生啊 木之日身无以为脸 子无以为丧 以为丧 死的时候连连入脸的衣物都没有 然后子女呢也没有钱给他办理这个丧事啊 办丧事 也就是这个人很亲政廉洁啊 唯以死平活族之意 义其子而已 他只是把不思贫 穷人和养活族人的义举传给了他的子孙罢了 也就是说 把这样的品德传给了子孙啊 传给子孙 好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范仲淵的品格还是很高尚的 接着看下面一段啊 下面一段讲 西艳瓶众 西艳瓶众 避马 避车雷马 从前艳瓶众 这个艳瓶众呢 指的是就是艳鹰啊 艳鹰啊 就是艳子啊 艳子 那么避车雷马 雷马就是瘦弱的马 那么从前呢 艳子做的是那些啊 破败的车马 就是破破车啊 架的是瘦马啊 架的瘦马 患子 患子曰 那么一个大臣陈桓子就说了 适应君之赐也 你这是隐藏君上啊 皇上赐给你的赏赐啊 你是隐藏自己啊 那么艳子曰 艳子就说什么呢 自臣之贵 父之足 无不乘车者 母之足 无不足语 衣食者 妻之足 无动乃者 其国之士 代臣而举火者 三百余人 也就是说 艳子就反驳说啊 我自从显贵发达到现在 父亲一族 出外没有不乘车 没有乘坐车辆的 母亲一族 没有不丰衣足使的 妻子一族 没有挨动受恶的 其国的世人 等着我救济生火 做饭的 有三百多人 也就是他 把很多钱都花在了 救济别人上啊 如此 而为隐君之赐货 张君之赐货 那么我这么做 算是隐藏君主的赏赐呢 还是张明君主的赏赐呢 张是表张张明的意思啊 于是妻侯以燕子 燕子之商 而商还子 商呢 本来本意是酒杯 是名词 在这里用作动词 就是罚酒啊 于是呢 妻侯就拿起燕子的酒杯 罚还子喝酒 为什么 你这还子乱说话 是不是啊 人家虽然很有钱 但是人家把钱都救 救急 父族 妻族 还有其国之士了啊 所以他自己也没赌多少钱啊 欲偿爱燕子 好人 其侯知贤 而还 而还子 服役也 我曾经啊 爱燕子啊 就喜欢 喜欢燕子的好人 好人就是好施舍嘛 还有妻侯的知贤 就是妻侯啊 知道谁是贤人 还有还子的服役啊 服役 好 又爱燕子之人有等级 而言有帝次也 那么又又喜欢这个燕子的人爱而有等级 说话呢 有次帝啊 也就是先啊 富族再母族再七族啊 先富族次母族次七族 而后即疏远之贤 你看他呢 爱呢 他是有顺序的啊 接着孟子曰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孟子说的话啊 孟子说了一句话是 先亲爱自己的亲族 第一个亲是动词 第二个亲呢 是指亲族名词啊 那么先亲爱亲族 才能够怎么样 仁爱自己的百姓 人民而爱物 那么仁爱百姓呢 才能够怎么样 爱惜万物啊 才会爱惜万物 在这边讲到 孟子的话 燕子为尽之 燕子为尽之 然后金光文正之一天 贤于平中 其规模远举又宜过之 那么呢 燕子呢 是接近这一点的啊 非常接近的啊 尽之就接近啊 接近孟子说这句话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那么现在呢 我看范仲淹 范文正公举办一天的这个办法呀 比燕子的更好 为什么呢 其规模远举 规模指的是规划啊 他规划的很远 似乎还要胜过怎么样 似乎还要胜过燕子啊 他这个他没有说的特别的 那个用那个绝对化的语言啊 因为燕子本身也是个贤臣了嘛 所以这一段呢 主要是用范仲淹和燕子 历史上的燕子来做比较 来突出范仲淹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有远见啊 好看 呜呼 市之都三宫 享万中路 其底底地之雄 车裕之势 声色之多 欺怒之父 知乎一己而已 哎 感叹啊 呜呼 市上那些登上三宫爵位 享受万中俸禄的人 那官府宅地 盖得非常雄味 车辆车辆 呃衣服啊 都非常华丽 声色女悦 非常繁盛 妻子啊 那七十子女也非常众多 但是都不过是指供自己一人享受罢了啊 享受罢了 这是讲到一些 讲到一些人啊 市之都三宫位 这个都指的是九居啊 就是九居 万中路 他形容的是凤路非常的多啊 这个中呢 它是古代的一种呃 凉气啊 一种凉气 像个斗一样啊 然后底底底地呢 指的是官府的宅地啊 官府的宅地 好 再接着往下看 而族人而族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者 其少业哉啊 其少业哉 但是同族的人连他们的门都是不能进的 难道少吗 这样的情况难道少吗 就是有 有一些三宫啊 有些士大夫啊 他很有钱 可是他只自己享用 同族的人是不能享用的 旷域使闲者乎 连自己的亲人都都享受不了 何况是那些比较疏远的闲人呢 好 这是这是一种地位比较高的啊 三宫啊 下边呢 是地位比较低的 其下为亲 为大夫 为士 那么地位比较低一些的 亲 大夫 和士 他们是怎么做呢 领少之冲 奉养之后 知乎一己而已 而族之人 操胡嫖为 沟中自者 又其少灾 旷与他人乎 士节公之罪人也 士节公之罪 这又写了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那地位比较低的 亲啊 大夫啊 士啊 他享受着公甲的共鸡 然后奉养非常优厚 但是也只限于一个人 而同族的人呢 都拿了胡嫖来讨饭 甚至饿死了沟渠当中 这样的情况难道少吗 那么对亲 亲族都这样 更何况对于其他人呢 这些人都是文正公的罪人呢 就是这些人看到 范中烟的情况呢 都应该感到羞愧才对啊 这里边呢 有几个词 需要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叫 第一个叫 领少之冲 这个领少指的是公家给予的这个粮食 叫领少啊 叫领少 还有这个胡嫖 胡嫖就是把那个葫芦啊 劈开 然后做成嫖啊 很简陋 这沟中字 这个字是念字啊 字呢 他有的时候这样写一个词 这下边一个肉子啊 这个字 呃 这个主要是沟中字的意思 主要是饿死在那个沟渠里边 啊 这个字的本意是指我们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 半腐烂的尸体 我们称为字啊 称为字 就这个 这里边讲几个词啊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公之忠义满朝廷 誓也满边域 公明满天下 后世必有史官殊子者 于 欲可无路也 独高其义 因以 因以移其事云啊 那么文正公啊 范中烟的忠诚义气 满朝廷 事业的成就满边疆 功明满天下 后世一定会有史官来书写他的 所以我呢 就可以不必一一的计数了 只是呢 推崇他 我只是写他乐于助人啊 乐于财务助人的这样的义举 因而把它写出来 一遍呢 在能够在世上流传啊 世上流传 好 大家呃 呃 我们这篇文章 这是最后的一段 就讲完了 那么我们从整篇文章来看 呃 他完全都是在表扬范中烟 设置了一天 然后救济亲族和闲人的这样的高尚的行为 那么整篇文章用了三个方面来做比较 第一个比较是范中烟自身的贫困 你看他在下葬的时候 连衣服都磨得啊 子女也没有留了多少财产 那么他自身的贫困 还有族人受到的优越的生活 相对安定的生活 他买了一块一田 然后帮助那些族人啊 帮助族人生活很好 这是第一个对比 第二个对比呢 他是拿范中烟和燕子来相对照 然后正面的衬托啊 正面的来衬托 燕子已经很伟大了 可是呢 范中烟似乎比他更伟大一些 这是正面衬托 那么第三个对比呢 是用范中烟这种乐于帮助人的 这样的一个品德 和那些一毛不拔的士大夫相比较 那么这个属于反面衬托 那么通篇文章通过 对这三方面的比较和对照 那么范中烟的这种高尚的品德呢 便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当然这也是一种写作手法啊 全文的语言呢 相对来讲也很朴实啊 也没有说故意的去夸张事实啊 所以这文章呢 也称得上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啊 好 我们这篇文章就讲到这里